你先去吧 你先去吧 爸 我们都商量好了 慌慌还睡着小床 您跟直高啊 就睡着大床吧 那你呢 那你呢 我跟芦苇挤两宿 没问题 成是成啊 可是我这一来啊 还得你们两口子分居了 要不这样 我打提傅睡客厅去 别啊 爸 爸 你就听努力的吧 对 我们都商量好了 好好 要不这样吧 直高啊 你睡一下床 我和欢欢睡大床 行吧 我这些爷爷一起睡 行行行 快过来吧 快过来 别动了啊 快来 我来 我来 快快快 进去 用来 看一看啊 走 走 欢欢今天哪儿呢 席席又泡汤了 明天 明天做席席 又是高我提醒你啊 现在是关键时候 就是老人来了 也不能耽误欢欢学习 明天你去跟你爸说 让他煮冰股 我开不了这口 要说你说的 你后天不就培训去了吗 不是考上中学之后 大把的时间 整个暑假都可以跟你爸 住在一起啊 但是现在也不行 再这说了 你也得理解理解我妈吧 那她也不愿意呢 我理解 真不如我说 我觉得你爸来的 特别不是时候 本来我就不敢去培训 我不放心欢欢 还这么一来 我更不敢了 但是他天天带着欢欢玩 怎么弄啊 怎么费口啊 你放心吧 既不能耽误了欢欢 也不能耽误你培训 我心里有数 行不行 明天我跟他说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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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真的了 好多人抓住都被抓住了 他犯个臭屁的 你个屁臭的呀 把人都能熏死啊 爸 你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都十二点半了 都十二点半了 原来想给欢欢收个故事就睡的 没想到这么晚了 行 我们这就睡啊 马上睡 快睡 我那边根本没法睡 奶奶 就卢尾那儿啊 又打呼吁又打靶似的 踹着我后腰了 那怎么办 怎么弄啊 咱三睡那大床 让你爸睡小床 这早晚宴舍的什么呀 我刚才我接来的时候 你爸还得慌慌讲故事 刚不就没睡 莉莉啊 要不还是我出去睡吧 不用了 爸 您要是在外面 卢尾他们起也不方便 对 爸 你睡吧 那怎么不睡啊 行行行 你睡吧 快点 吧 我看ines 回来 没有 我有 lex 等一下 有 有 坐着多 活动太少 只有常活动啊 才会健康 志高 莉莉 不要敷衍 动起来 行了 后患 跟爷爷跑两圈去 好 走 我跑过去了啊 好 有这样的吗 大周末的早上六点钟 就把人叫起来 我昨天晚上 几乎一夜都没喝眼 我等着欢欢多睡一会儿 爸在农村 都习惯早起晨练了 都习惯了 还晨练晨练 那晨练那功夫 还不让欢欢读会儿英语呢 你嫌我运动上 我一天光站的时间 就超过十个小时了 是好心 是这么好心 我可销售不起 我跟你说 是刚一天的时间 能闹出这么多麻烦来 你去跟你爸说去啊 来 住冰果 我不说 你不说是吧 行 你不说我说 我说 行吗 等他跑不回来了 我就说 疼不疼啊 不疼我还不拽呢 过来 我什么能玩 你小点声 都能听见声 听见怎么了 不是你怎么跟我说的呀 你不说你爸住宾馆吗 就在家住几天 几天 您这床都买回来了 我看是要在这儿安居乐业吧 没那么严重 就住几天 你一天也不行 你没看见我妈那脸吗 拉那么老长 当初咱们回来住的时候 她就不乐意 现在你又让你爸来 我妈能忍住不骂人 就已经是好事了 那你说怎么办 什么叫怎么办哪 住宾馆不行吗 你干嘛非要让她挤在家里啊 那那么多人挤在那小房子里 我妈现在恨不得没生过这女儿 就这么一行行行行 在这儿说了 过两天你不就出差走了吗 你不就出差了 这次我爸来呢 没跟任何人打招呼 给大家弄的 制造了不少麻烦 对吧 那你说他为什么来 自打皇上五年级 咱一次想也都没有 他一个人在乡下 连个说话的事都没有 这次来 无非就是想跟慌慌多待几天 享受一下天文之乐 是不是 我不是反对他来 你来了可以住宾馆啊 多少钱我们出 住多少天都行 这是我妈家 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你说我亲闺女还没合这么长时间 那更好万一陌生人了 反正我不管啊 反正你爸住的任务 不培训 不是 你干嘛呢 这地方谁给我好像蹭了呢 我听见了 那跟你培训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啦 昨天晚上讲故事 讲到十二点半 不睡觉 今天早上又去晨练不读英文 这样下去留欢欢有好吗 那我就跟咱爸说 以后欢欢的事 就让他别管了 我怎么那么相信你呀 我保证 走吧 马上就要出差了 赶紧收拾收拾东西 是不是 大家都高高兴兴的 怎么样 我看你 你不用说 你这声势好大了 我说 说 这边有要宽核的 你什么是 你都可以 我我说 你怎么会 还在一起 你怎么可能 谢谢 谢谢 当心点 好好实习 那我走了 好 慢点 好 妈 那我们走了啊 你们三个一起去啊 妈 是 那个送我之后 我带我妈出去走走 秦家母 那我们走了啊 好 去吧去吧 走走走走 再见 好 抱 好 莉莉 你 你没走啊 爸 你带荒菲先上去吧 好 荒菲快 走走 跟爷爷上楼 走 我没培训你 别干什么爷爷了 我把欢欢送去之后 带爸去海边了 你爸还挺浪漫 你喜欢看海吗 拍照了吗 拍了 让我看看 给我 欢欢 你怎么那么晚回来 书邦呢 我带欢欢出去玩了 那志高呢 他跟莉莉在楼下 莉莉没有去培训啊 对不起住了秦家母 我要复造孩子功课了 来 欢欢 快走 请我给你解释 你解释什么呀 你还要骗我多少次 不是故意想骗你啊 我本来想着晚上回来 让欢欢再做题 什么叫不是故意 刘志高 怎么你爸一来 你什么都不对了呢 你这样我能去培训吗 去吧 我保证下次不这样的行吗 你们培训基地在哪儿 我送你过来 不用了 我不去 我哪儿也不去 从现在开始 刘欢欢一分一秒 都不许离开我的视线 刘志高 怎么回事 妈 你怎么来了 哎呀 志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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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他为了你爸爸 现在培训都去不了了 我真是造了什么孽呢 啊 他嫁给你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搬回家来啃老不算吗 现在连前途也耽搁了 什么你别说了 是我不好 哎呀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现在你赶紧上去 把你爸爸安排好 住宾馆去 啊 算了嘛这 算什么算呀 你耽误的还不够啊 妈 我跟你说吧 你先上去吧志高 快去把行李给我拿 干嘛干嘛 上什么去啊 先上去吧 先上去吧啊 那你说说 有个咱们教孩子的吗 啊 一盒牙签不够 再拿出一盒来 就是靠 我辛辛苦苦地 让儿子上奥数 不是为了让他 用牙签数来数去 算几土通融的 那考试的时候 是不是牙签也要带去 不是 爸也是为了 让慌慌增强记忆 增强的屁的记忆 你上去数牙签这会儿供货 人家别的孩子 做了几道题了吗 其实有的时候 数牙签也是一种方法 我上学的时候 选择题我还抓过咎呢 别够臭皮行不行 你知道吗 现在连唐红 都给女飞请离家教 而且是哈佛毕业的 哈佛毕业 去他们家当家教 对啊 我觉得这事 怎么那么不靠谱呢 那我不管 你去跟你爸说 以后不会再干涉 我管孩子 也没有啊 好 我明天跟他说 这事以后不能这样 我跟你说 回来了 你爸 你俩站在这干嘛呀 我理解你的 漂亮 拥护 我从来没见过 哪来的 人家送的 谁送的 钻石王老五 他什么意思啊 姐 你不是说我嫁不出去吗 我告诉你啊 你们俩把红包给我准备好 你妹妹我呀 就快嫁人了 江儿 我告诉你啊 你别过来玩什么闪魂闪离的 我不同意你想想出这个门 就是 想嫁 先把人带过来 然后我过过眼再说 爸 还没到那一步呢 没到这一步 就送这花了 这花呢得三百五百 三百五百 我告诉你妈 这盆花呀 要三千五百块 什么 什么叫出手不凡哪 这个就叫出手不凡 不过妈 以后我这盆花 可得指着您帮我照顾了 别别别 这三千五的花 这叫什么呢 叫牛奶啊 清水 这个花啊 浇清水就行了 爸 爸 爸 你这花拿走吧 放我这蓝花多好看呢 玩死了 行行 我拿走 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花真漂亮 陆伟啊 嗯 这花我会教 你看啊 我们喝剩下这个残茶根 教它是最好的 也有营养 我给你教一教 别别别别 我求求您了 别给我添乱行不行啊 妈 妈 干嘛 我这个爱情之花就交给你了啊 谁都不能碰 知道知道知道 知道知道 好了好了 吃饭吃饭吃饭 他们都睡了 嗯 那就进去吧 在这儿摆什么造型呢 我爸给花花买一传萌 就是为了陪花花多玩一会儿 你看你说那什么话呀 干嘛呀 心事问罪呀 没有 我觉得你这有点不近人情 我不近人情 我不近人情 能让你们全家住在我娘家吗 什么叫我们呀 好像我们跟你没关系似的 我是你老公 欢欢是你儿子 我爸是你老公公 对不对 咱们都是一家人 没有必要给脸色看 你看卢伟那话说得多难听 你觉得谁给谁脸色看了 今天吃饭的时候 是谁撂下碗块就走了 她胃疼 不舒服了 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吧 刘志高 能体谅一下我吗 你觉得我会怎么想 那我妈也会怎么想啊 收留咱们一家 结果还老埋怨 犯贱啊 犯贱啊 行了 我也不说了啊 我说不过你 我知道大家都不容力 我就给你提个小建议 好 我看你就这儿你爸不容易 没事 不是 没事 我 对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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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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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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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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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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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